2007年成均的韓國女團KALA 曾經推出多首快智人口的神曲 經歷過成員變動 2016年成員合約到期後雖不再續約 但公司未宣布團體解散 而今年是KALA成均15週年 成員們選在今天合體 同時間在IG上曬出大合照 有位以庫成員聚和拉留了一個位子 讓一票粉絲看了好感動 尤其成員林志是在妮可與之音退出後才加入 因此這次合體可以說是超有意義 照片中五個人親密的靠在一起拍照 拿著蛋糕香檳慶祝 其中這張照片留了一處空位 像是特別為聚和拉留的位子 還不忘在空白處標注聚和拉的IG帳號 PO文曝光後頓時掀起網友熱議 紛紛敲碗五位成員再度回歸月壇 隊長奎莉也用長文表達對粉絲的愛 協下為了紀念KALA出道15週年 大家都聚在一起進行了慶祝 以KALA致命同甘共苦的所有成員 第一次一起慶祝一起聊天 又互優效的互相撫慰對方內心 相信彼此都會更加幸福的 KAMILA隊還有KALA出道15週年 再次祝賀我們 也一直感謝大家愛你們 而其實前幾天就有粉絲發現 妮可和知音突然關注靈芝的IG 不少人猜測KALA有回歸計劃 無論如何能夠看到五位成員合體 已經讓KAMILA非常欣慰了